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以后有机会谢谢她 我们就留下来彼此的联系方式 然后就告别了 没想到再次见面是在朋友的聚会上 然后我们就一见如故 坐在一起开始聊天 我才知道她跟我在同一个城市 后来我们又说了好多 没想到这次相见 竟然让我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灵儿回去之后 我们的联系变得多了 每天聊天 自然而然的就告诉她 我每天都发生了什么 有时候我们也会打电话 就这样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直到今年情人节的时候 她跟我告白 说她喜欢我 其实我对她还是有感觉的 但并没有第一时间就答应她 而是告诉她我需要考虑的时间 当然她也同意了 回去后我再三考虑 觉得她人还不错 决定跟她交往 就这么顺理成章的我们就在一起了 03我们也会在周末做着其他情侣也做的事情 像约会 逛街 看电影的 我发现她真的是一个好男人 什么都能想得到 我觉得跟她在一起准没错 前不久她跟我求婚了 说希望照顾我一辈子 当时的求婚前情景 到现在我还记得 特别的浪漫 我想都没想就答应她了 然后还跟她偷偷的领了结婚证 才跟她回家见父母 住 图片 均来自于网络04 我妈听说她家的情况是不同意的 因为她是单亲家庭 这种环境下 她的妈妈一般都会比较偏激 怕我把她的儿子抢走了 或者怎么样 反正不会很太平的 我告诉她们说 我们结婚后会搬出去住的 不跟婆婆一起 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但她们哪听得进去啊 我反正贴了心要嫁给她 我就跟她们说了实话 她们没办法也就同意了 05我没跟她回家 因为她说她的妈妈没意见 不用回去了 我们就直接跳过了这一环节 然后两家人就在一起商量婚事了 当时她的妈妈承诺说 婚礼会给十万元的彩礼 我爸妈觉得给多少都无所谓 毕竟家里就我一个孩子 而且都已经领证了 只要以后对我好就可以了 婆婆就觉得还是隆重点好 既然这样 我妈就打算用这十万元的彩礼 她们再甜一些 然后买辆车陪价 这就算说定了 06为我们的婚事都准备妥当了 婚礼也定在了一周之后 当时我特别开心 久久无法自拔 谁知她婚礼前夕突然就跟我说 彩礼只能给两万了 家里还需要用其他的钱 还有婚后跟婆婆一起住 说这些身外之物都等以后再说吧 住 图片均来自于网络07 我觉得不能接受 就找她理论 没想到她说结婚证都领了 给多少都无所谓了 一家人何必在乎这些呢 还说给的钱也就不用再赔嫁了 我很生气听到她这么说 我觉得她这就算偏婚了 然后我们就吵起来了 她动手打了我 还气冲冲的告诉我说 彩礼就这些 不爱结不结 我当机立断告诉她 明天离婚 就这样吧 08晚上她又给我发信息 跟我确定到底结不结 让我不要后悔 我很肯定的告诉她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决定嫁给她 说好的所有条件都可以变 我瞎了眼才看上她 她觉得我们都领证了 不用在乎这些小事情 反正她家有房子就先住着 以后再说买房的事情 还说自己不懂我 我告诉她说 我们家不贪钱 而且还给我赔嫁 她当时的承诺一样也没有兑现 这就是个人有问题了 就凭她打我的那一巴掌 我也不能原谅 这婚离定了 去民政局离婚后 然后我就删了她的微信 拉黑了联系人 我很清醒早早的就看透了她